大家好,今天我们做的是鸡翠 这里有8只鸡翠 鸡翠腌一腌 放2克的盐 少许胡椒粉 这是甜椒粉 甜椒粉不辣 可以多放一点,用来赏色 之后就将鸡翠拌一拌 拌完之后,等它腌十多分钟 在锅上放少许油 可以中火 煎一煎 多皮那边向下 等它煎一下油出来 放入锅中间 烤锅中间是最大火的 需要向中间煎厚的位置 盖着锅煎 煎至底有少少金黄 盖锅的好处就是 煎的时候,底部没有太容易焦 底部也脆的 和鸡翅 肉会更容易熟 因为鸡翠都比较厚的 反转之后,再盖锅煎另一边 鸡翅 煎的时候,调一下酱汁 生抽,味淋,绍酒 各一汤匙 鸡翅 糖7克 拌一拌均匀 放在一边备用 切一条葱 2-3片姜 鸡翅 拍几粒蒜头 刀板在一边 待会用的 鸡翅 煎完鸡肉 放在一边 包一下姜蒜 鸡翅 爆至金黄 材料有香味 把鸡翅 拌匀 炒均匀 然后倒入酱汁 炒均匀 盖盖盖煮一分钟 收汁就可以上碟了 开放 很久不见 鸡翅 倒入酱汁 冷凍熟 鸡翅 遮 closest